南投县第七座玉山图书馆 25日在普里镇西南国小启用 教育处长陆正威 代表县长林明珍前往官礼 并感谢玉山基金会 11年来推广阅读教育 让阅读培养学童的创造力与丰富的视野 增加孩子一生最珍贵的宝藏 西南国小玉山图书馆启用 包括教育处长陆正威 玉山清控总经理纯美满 埔里镇长廖志诚 各校校长等多位地方民众参与 启用典礼由西南和泰国打集乐团 带来表演展开序幕 而玉山室内乐团也演奏动人曲目 并由校长李淑渝代表学校 致政感谢壮给玉山基金会 我们真的是太需要一所图书馆了 从小朋友打开书 眼中闪耀着光芒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希望 感谢玉山银行 帮助我们推动阅读教育 完成了最重要的一块评读 玉山银行对于南投线偏向的教育的支持 一向不遗余力 那从一开始 从比较市区的敦和国小 新峰国小的玉山图书馆 一直推动到这几年 针对于说 颜平 爱兰 渝池 民间 到今天西南的图书馆 已经是第七座了 陆书长表示 玉山基金会长期以来 关注阅读教育推广 也大力帮助县内阅读资源设置 从民国99年 在县内敦和国小 设置第一座图书馆开始 陆续在新峰 颜平 爱兰 渝池 民间等国小 而新南国小图书馆启用 是第七座玉山图书馆 我们觉得阅读 是开启小朋友知识的开端 所以能够给小朋友 从小可以在知识的领域里 插上翅膀 飞向他们的梦想 这是玉山图书馆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但支持了说有关于硬体的建设 让学生能够有一个很新颖 舒适的阅读空间之外 它更提供说 每年都会还持续的 新的书籍的购买补助 会后 清南国小学生 也亲手制作感恩卡 送给玉山基金会来宾 并向他们表达感谢之夜 玉山基金会推广阅读 无论是软体 硬体 都是尽心尽力 除了给学生有新颖舒适的阅读空间 每年也持续提供书籍更新的请购经费 让孩子能够接触到更新更多的阅读资源 记者曾光佑 玻璃镇采访报导